109年间 乡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 这个周休二日假期是在献力网球场开打 这一次有20组队伍150位的选手报名参赛 乡长游淑珍6号上午特别前往主持的开幕仪式 也为优胜选手颁巴奖杯带上奖牌 也期望可以培育更多的软网好手在吉安 间隔四年间 乡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 这个周休假期在花莲献力网球场开打 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开幕仪式 并且强调借由赛事激励选手全力表现 也要鼓励各多乡亲朋友还有年轻学子可以加入运动行列 除了强健体魄 更要培养优秀的体育人才 很开心今天是我们吉安乡软式网球竞赛的日子 在过去15年前 淑珍在担任乡民代表会副主席的时候 是我们软网的传承的每年都办 那因为吉安乡因为碍于我们场地的关系 所以约四年都没有来办理 今天我们透过了花莲献力网球场来继续执行 也是我们软网赛事在109年度要做ending的 这样的一个场域的竞赛 非常的开心看到我们从国小国中 一直到我们的社会主也来自于凤林花莲市新城跟我们吉安乡以求会友 我们相信运动赛事不分大朋友小朋友也不分年龄甚至于各乡镇 所以我们开启的是我们运动休闲健康圆满快乐乐火 在吉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来推展 109年吉安乡校长背软视网球锦标赛分为国小组 国中组还有公开主共20支队伍 150位选手报名参赛 两天的赛程各组的优胜选手陆续出炉 校长游淑珍也亲自为冠军选手颁发奖杯带上奖牌 游淑珍还承诺 未来会努力争取安全适性的运动场地 来作为运动推展的施政目标 让运动在吉安乡生根 培育运动幼苗 全力迈向体育休闲观光的目标来努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